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用行動公布更方便更安全的方法 就是用臉部辨識 那我先用給你看 只要對著他眨眼 這樣又安全又方便 完成購買囉 同時也可以用指紋辨識 這樣同樣可以完成購物 又方便又快速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TechLaw 我是Tommy 那Tommy今天已經在資訊展的會場 那我現在在攤位 我在Master卡的攤位 那Master卡的攤位 我們需要很多不同的保全安全技術 以及信用卡的安全技術 那我們這邊寫Master的Robert 來幫我們用到他們新的技術 Robert請 謝謝 我們的Master卡的MDATS 基本上就是把你的實體感號 轉換成一組代碼 然後把這個代碼可以傳到你的手機上 所以在未來呢 你不需要帶一個非常厚重的錢包 只需要把你所有的卡片呢 都下載到我們的手機上 透過手機上面的指紋辨識 或者是圖清索 就可以完成支付 那它在安全上呢 也比傳統的卡片來得更高一級 那為什麼會比安全卡更傳統更高一級呢 可以再多解釋一下 應該說我們這裡面有一個叫做Tokenization 它是代碼化的技術 剛剛有提到說這個代碼會存在 在Device裝置上面 那這個代碼就算被別人偷走以後 它也沒有辦法拿這個卡號去做交易 因為這些都會綁定成 綁定到你的手機 綁定到你的這個Channel 有很多很多的設定 所以如果駭客把你的東西偷走 比如說或者是你老婆把你的這個卡號 把卡號偷走以後 它是沒有辦法拿你的手機去做交易 謝謝Robert 那Robert看我們強勢要介紹這些安全記錄 其實大家也知道 現在呢 信用卡越來越容易被盜用 那當然萬事塔要做更多的技術 就不懂去保護我們這些消費者的一些 會發生到的問題 我們要感謝Robert這次幫我們再介紹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萬事塔還有什麼東西好玩 拜拜 那你看我後面的個票是虛擬直徑創新自負大未來 那他們特別剛好進去玩了一下 那感覺就是我們戴個手錶 那在那個時候的手錶上會測試你的心跳 你直接用這樣 在虛擬的空間去控制去買你要買的東西 也可以用這個手錶來控制一下這樣 我在家庭的生活中 比如說我們要買 大家有測試過買麵包 比如說到MOD去買個3C產品 只要用這個手環 就可以告訴大家 我可以用你的心跳來控制 告訴大家這是你本人 可以買東西 當然這樣還有更方便的 比如說我們到機場 既然要出關 其實也更方便的 因為它要手環 只要打電話 你的boarding pad 或什麼資料都可以在手環 但你可以用 所以今天的科技越來越發達 那我們大概也更重視安全 更重方便性 那這次在這次萬事塔 這次虛擬的虛擬傳給我們看到 更多的不同的方便性 更多的安全模式 那我們還有體驗別的東西 像眨眼睛 剛剛看的M-Matex 這個就用代碼來控制你的手機去付款 其實這次萬事塔在多很多新的程式上 有很多的技術 那我們希望在影片後 大家可以呈現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什麼興趣 在下面留言 或想問一些關於萬事塔 這次新的科技 可以在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 掰掰